大家好 今天我们开始走进机器人的世界 当前世界科技飞速发展 机器人技术已然成为20世纪以来最具时代性和创造性的发明之一 其在工业制造 智能批量生产 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已逐步成为检测一个国家科技水平发展的重要标志 机器人技术作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自20世纪60年代初问世以来 经历了50多年的发展 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果 一说到机器人 大家会想到哪些形象 下面我们一起欣赏下科幻世界中一些最经典的机器人形象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科幻电影《星球大战》中的R2-D2 R2-D2来自纳布星 是一个典型的机智 勇敢 而又鲁莽的宇航技工机器人 其憨态可居和种植的表现是让人最容易记住的星球大战中的机器人 而R2不止一次在关键时刻扭转乾坤 他那小巧的身体只有0.96米高 却塞满了装有各种工具的附加币 这使他成为了一个了不起的太空船技工和电脑接口专家 HK-47出现在电子游戏《星球大战》《旧共和国武士》中 毫无疑问 它是一个传奇的科幻机器人 作为杀手机器人 HK-47具备出色的作战技能 5号机器人是影片《霹雳5号》和《霹雳5号2》中科幻机器人 这个为军事用途制造的机器人遭到雷击后产生了自我意识 它不想伤害人类并展示了善良的一面 这个漫画中的机器人英雄 在1963年成为日本第一部电视动画片《铁壁阿统物》的主角 天马博士利用科技和智慧创造了这个机器人 阿统物拥有超强的力量和技能 还能体会人类情感 C-3PO这个可爱的礼仪机器人多愁善感 还有些神经质 于1977年出现在电影《星球大战》中 它和R2-D2总是形影不离 阿诺德·施瓦辛格在《终结者》的前两部中 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演技 为我们带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动作片 它饰演的机器人T-800 由超级合金制成 几乎可以做任何事情 在这个经典的故事中 一个女性机器人被制作成一位美丽的学校老师的形象 这个影片《大都会》中的机器人 成为反乌托邦未来视角的象征 《星际迷航》中的人造人 达塔想成为人类 他不会说谎 但也不会讲笑话 达塔是《星际迷航》中最经典的角色之一 雄心勃勃勇敢 令人难以置信 机器人瓦丽就是一件艺术品 美国皮克斯动画制作公司的电影 《机器人总动员》中 经典中的经典 欣赏完这些影视剧中的机器人形象 我们会发现影视剧 科幻小说 或者玩具中的机器人 都是有鼻子 眼睛 手 脚 类似于人类的一种机器 事实上 仿人形机器人 只是机器人中的一种 如果你走进现代化自动工厂 想一睹神奇的机器人的风采 一定会有点失望 现代机器人 特别是工业机器人 并不像各种作品中描绘的那样精致与完美 有些不仅没有鼻子 眼睛 甚至躯体 也不像人类 他们看起来只是机器 甚至像怪物 但是 这些外形五花八门的机器 的确可以称之为机器人 接下来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 现实世界中的机器人 阿希墨 是由日本研制的仿人机器人 这款机器人 模仿人类的动作更精准 以达到帮助人类 特别是行动不变者的设计目的 现在的阿希墨 不但能跑能走 上下阶梯 还会踢足球和开瓶 倒茶倒水 动作十分灵巧 Ibo是1999年推出的 电子机器宠物 Ibo的出现 不仅代表了一具 机器宠物的诞生 更重要的是 Ibo配合了人工智能的科技 朝提供生活娱乐的方向发展 在Ibo的体内 有一片极小的晶片 就是它赋予机器狗 以人的智慧 使它会像真狗一样 做出各种有趣的动作 如白尾 打滚 它也能懂得分辨 对它的称呼和责备 在芯片里面 设定了它成长的过程 机器狗也会自己学习 你要是和它相处久了 它还会记得你的声音 你的动作 还有你的容貌 知道你是谁 特别是 如果主人基于计算机编程 还可以为它设计一些新的动作 如摇尾起连 打滚撒娇等等 用气号火星探测器 是美国宇航局研制的系列火星探测器中的一个 于2004年1月4日 在火星南半球的古谢夫陨石坑着陆 这是英国的履带式手推车排爆机器人 主要用于探测及处理爆炸物 早在60年代就已研制成功 后期经过优化 采用无线电控制系统 遥控距离约一公里 2009年 德国库卡公司向市场推出了堪称世界最大 最强壮的重型负载机器人 迄今为止需要多个机器人 昂贵的动力机械或起重机械 才能完成的工作 都可以由它来完成 通过刚才的展示 我们认识了生活中的机器人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下机器人的概念 机器人形象和机器人一词 最早出现在科幻和文学作品中 1920年 杰克作家卡雷尔·卡佩克 发表的科幻剧本 《罗萨姆的外能机器人》中 虚构了一种称为《罗伯塔·杰克文》 意为苦力劳逸的人形机器人 可以听从主人的命令 任劳任怨地从事各种劳动 在剧本中 卡佩克把杰克与《罗伯塔》写成了《罗伯特》 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 并当成是机器人一词的起源 机器人问世已有几十年 但对这一问题一直没有统一的意见 原因之一是 机器人学科还在发展 另一原因主要是因为 机器人涉及到了人的概念 成为一个难以回答的哲学问题 正是由于机器人定义的模糊 人们才会有充分的想象和创造空间 在1967年 日本召开的第一届机器人学术会议上 人们提出了两个有代表性的定义 一是 孙正宏与何田周平提出的 机器人是一种具有移动性 个体性 智能性 通用性 半机械半人性 自动性 奴隶性 等七个特征的柔性机器 另一个是 加藤伊朗提出的具有如下三个条件的机器 称为机器人 一 具有脑 手 脚 等三要素的个体 二 具有非接触传感器 用眼 耳 接受远方信息 和接触传感器 三 具有平衡觉和固有觉的传感器 加藤伊朗的定义 强调了机器人应当访人的含义 即他靠手进行作业 靠脚实现移动 由脑来完成统一的指挥的作用 非接触传感器和接触传感器 相当于人的五官 使机器人能够识别外界环境 而平衡觉和固有觉 则是机器人感知本身状态 所不可缺少的传感器 这里描述的不是工业机器人 而是自主机器人 1987年 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工业机器人进行了定义 工业机器人是一种具有自动控制的操作和移动功能 能完成各种作业的可编程操作机 联合国标准化组织采纳了美国机器人协会给机器人下的定义 一种可编程和多功能的操作机 或是为了执行不同的任务 而具有可改变和可编程动作的专门系统 它给人类的生活带来了许多便利 我国科学家对机器人的定义是 机器人是一种自动化的机器 所不同的是 这种机器具备一些与人或生物相似的智能能力 如感知能力、规划能力、动作能力和协同能力 是一种具有高度灵活性的自动化机器 目前关于对机器人行为的描述中 以1940年美国科幻作家埃萨克·阿希莫夫 在他的科幻小说 我机器人所定立的机器人三定律最为著名 一、机器人不可伤害人类 也不可看见人类受到伤害时袖手旁观 二、机器人应服从人的一切命令 但不可违反第一原则 三、机器人应保护自身的安全 但不可违反第一第二原则 机器人学术界一直将这三原则 作为机器人开发的准则 阿希莫夫因此被称为机器人学之父 这三条守则给机器人社会赋予新的伦理性 并使机器人概念通俗化 更易于为人类社会所接受 至今 他仍为机器人研究人员 设计制造厂家和用户提供了十分有意义的指导方针 通过今天课程内容的学习 我们了解了生活中的机器人 并学习了机器人的定义 后续还有更精彩的内容在等着大家 今天的课程内容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